美股星期一急跌後,今日都沒有起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公司的業績參差 先說3M,上季每股盈利和收入都好過預期 不過集團就沒有提供任何的業績預告 只是說今個月的銷售大致持平 3M最新跌1.3%做163.9美元 Caterpillar都是沒有業績預告的 他們上季的每股盈利和收入都比預期多 最新股價表現跌3.1%做158美元 另外藥品股,輝瑞、默克和禮來都公佈了業績 輝瑞第三季的盈利大跌7.1 默克的業績比預期好,同時都調高了全年的展望 禮來表現相對比較差,收入和盈利都比預期少 輝瑞最新跌1.4%做37.3美元 默克就微升,做79.39美元 禮來跌超過半成,做133.96美元 AMD以全股份方式收購晶片巨企塞寧斯 總代價是350億美元 完成收購後,有能力進一步挑戰應特爾的領導地位 AMD最新跌4%做79.01美元 蔡寧斯升8.8%做124.69美元 最後看英特爾跌2.6%做45.5美元 轉看匯市方面,美元偏遠 歐元對美元,最新做1.183美元 另外,英鎊對美元,做1.303美元 看看商品方面 有價就做好價 五紐約旗油,最新微升,做38.82美元 最後看現貨金,做1,906美元水平 再次看見